政府為市民接種新冠疫苗後 會進行嚴謹的藥物監測工作 例如我們會建議市民在接種疫苗後 在接種中心中指定範圍逗留觀察 大概30分鐘 若果出現任何不良反應 可以即時得到駐場醫護人員的適當處理 另一方面衛生署也會加強藥物監測機制 去採取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策略 適時監察和評估接種疫苗後出現的異常事件 以及潛在罕見的異常事件 或者接種疫苗後出現的關注事件 政府會為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的嚴重異常事件 設立一個保障基金 有關保障基金初期的撥款是10億 至於限索的時限我們是初步建議 是接種後一劑疫苗起計兩年之內 我們亦會顧及日後異常事件出現的模式和時間 適時檢討新索的時限 我亦必須強調 新索人即使從保障基金獲得保障金 其向疫苗製造商作出法律追索的權利是不受影響的 新索人仍然可以隨民事訴訟提出索償 不過新索人亦先前從保障基金獲得保障金 會從法院最終裁決補償額中抵消 而政府會在2月26日就住保障基金 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為何可以公布起金獲得保障基金 在3月23日會在日本都上 行動失毋時休息 無選擇 作企業